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处是为风力泵水和风力发电特别设计的 接下来 我很荣幸为您介绍Restec在中国生产及销售高能风力水泵的第一个合资企业伙伴 这家合资企业在1997年9月成立于中国吉林 是Restec与大兴工业公司以及它的成建商 中国工程机械成套公司共同合作创办的 第一台Restec大兴风车的生产开始于1998年1月 并于同年6月在政府提供的实验基地开始了测试 该风车各方面性能指标全部合格 在与大兴以及中国工程机械成套公司的工程师与生产专业人员的合作下 Restec的工程制图由英文翻译成了工制 一份包含基本设计与改良的Restec中国专利于1998年2月发行 中国工程机械成套公司制造了一条包括混凝土工厂 混凝土搅拌车以及相关设备的完整的生产线 他们在中国和远东地区都设有办事处 中国工程机械成套公司设于吉林的工厂 拥有用于生产风车的全套设备以及优秀的职员 在高厂长的带领下参观者参观了工厂 他指着一幢正在建设的新建筑 工厂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 这是用于生产风车的典型设备 这许多的车床显示了巨大的生产能力 高厂长指着他们工厂生产的不同类型的混凝土搅拌设备 用于生产混凝土搅拌设备的机器是生产Restec风车 支撑塔和相关零组件的理想机器 自动火焰切割机是显示中国工程机械成套公司制造钢板能力的另一个例子 您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建造中的Restec风车 Restec从中国工程师做的许多重要改良中获益匪浅 Restec的中国专利涵盖了这些改良 技术信息将会与来自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玛利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伙伴分享 您现在看到的是风车转子与支撑塔的部分零组件 它们反映了金工制作的最高水准 风车上的亮色涂层是镀星膜 镀星能够防止侵蚀 而且保证风车在任何气象环境里都有较长的生命 出于对提高农村人民生活质量的愿望 这位身着白色衬衫的吉林市白市长 中国政府农业部主管 提供了实验点用于测试Restec高能风车 此站点有一口70米深的井和一个完整的气象站 测试的目的是确认风车在低风速下的性能表现 这是确定这种新风车成本效率的关键参数 即使在没有达到工作风速的情况下 风车也必须具备跟踪风向 把转子转向迎风方向的能力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3000米每小时的风速下 风车将转子转向了迎风方向 在4000米每小时的风速下开始泵水 请注意当4-5000米每小时的风吹在脸上时 人并不能感觉到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风车可以在如此低风速下运行 如图所示 在手提示风速机显示风速小雨5000米每小时时 风车能够泵水 当位于风车后面30米远 架设在塔上的风速机显示风速小雨5000米每小时 风车依然能够泵水 风车在3000米每小时的风速下 从侧方转向迎风方向 展示了低风速下追踪风向并运行的能力 此测试证实了Restec风车能够在任何风速下 对于任何深度的水 以更为低廉的成本 比其他风车泵出更多的水 Restec高能风车的技术秘密就是结合 油田开采的平衡力技术 以及有着100年历史的美国传统泵水风车 牢固、可靠、免维护的性能 基于性能测试的成功 中央电视台录出了一台Restec大型风车的节目 请注意背景画面上 在采访期间 风车在低风速下持续运转 大兴高能风车公司的董事长 欣伟接受了采访 Restec董事长 此项技术的开发者 Richard Sartes也接受了采访 总的说来 Restec首个合资企业生产的风车测试 证实了Restec风车能够在任何风速下 对于任何深度的水 以更为低廉的成本 比其他风车泵出更多的水 该高能风车没有任何竞争 并以做好准备介绍给全世界 大兴将在1998年11月 开始生产中国的第一批50个风车 Restec计划在墨西哥 哥伦比亚 南非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中东 环太平洋地区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创办更多的合资企业 Restec将很快增加水拖延 水净化以及低风速发电功能 电力将足够用于收音机 电视 冰箱 以及小型住宅和村庄